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乐乐爹 最近这个排风扇的话 我根据大家提供的一些建议 然后做一些改进 有一个建议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因为这个 特别是晚上的使用的时候 我需要用这个这样垫 这样垫之后我只开了这样一个缝 这样一个缝隙 然后用这个的话 用这个的话 它就没有那个方向性 方向性不是那么准确 像咱们抽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一下 像咱们在那个排气的时候的话 它实际上是有可能 一部分水汽会打在这个垫上面 这样的话它会反弹回来 这样就会导致咱们这个抽烟的 排气的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呢 有朋友建议就是说弄一个 一个管装的东西 作用一个导管之类的 这样的话咱们那个车内就感觉 这个东西就太复杂了 另外那个导管那个东西的话 它不是那么就是不会折叠 然后的话 咱们存储的时候也会当配空间 所以呢 我想了一下 就用我剩下的一些边角料 就这样的边角料 这样一个泡沫垫 实际上就是那个野银垫 那把它作为一个导管 那怎么弄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咱只需要把这个从那里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 它这个沫垫扇把它挂上去 挂上去之后咱们把它折叠一下 把它插到那个洞里面 这样就形成一个导管了 给大家看一下啊 虽然不是那个完整的一个导管 但是我觉得够用了 至少能够把它那个气流的方向 直接倒到那个孔里面 从那孔里面出去 从这样一个包围 同时的话也会也能那个有效的 抵挡这个油烟 油烟扩散 当平时做饭的时候 然后这个油烟从这里过去 上面可能会沾一点 然后直接就从那个洞里面出去了 这是我刚好做的啊 刚刚刚用剪刀把它裁剪裁出来的 现在我们做一个测试哈 让咱们烧点水来看一下 它这个效果怎么样 烧点水看一下那个水汽的效果 排放的效果 这水已经开了 咱们关小火一点啊 好 现在开启这个排风扇 这边还可以哈 水气是排走了 再看现在这个效果 哇塞 快想到外面看一下 好 这时候外面的效果 就这样一个开口 能够直接看到那个排风扇哈 哦 这有热气哦 连线感到这里有热气出来 真不错 哎 大家觉得这样 这样一种方案怎么样哈 我感觉是目前为止是蛮实用的哈 这样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角度 这样的话既保证隐私 但是同时的话 也起到这个更好的提供 提高了这个排油烟的这个效果 那既然这个排油烟的效果不错的哈 咱们就来煎点东西吃哈 今天咱们煎点那个五花肉 我是买的这种烧烤的这种五花肉 很不错的 椒盐 椒盐五花肉 咱们就往里面放点底油 然后直接煎小火煎就可以了 那所以咱们给锅里喷点这个底油哈 行 差不多了 好嘞 咱们现在开火 先开 把它转小火哈 火太大的话容易那个沾锅 什么小火 接下咱们就把这个打开了 剪刀 看着蛮好吃的哈 麻辣鲜香 嗯 不错哈 行 咱们先放里面 看着能够放几块 这块稍微大一点 放三块 放三块没问题 后面还有几块 一共五块 开火 开风扇 看最大的哈 我的火 再稍微小一点 慢慢煎 偶尔把它翻动一下哈 防止它粘锅 我感觉这已经弄好了吧 咱们尝一下啊 看这个 嗯 好了 啊 把它夹出来哈 夹出来继续烧 还有两块 嗯 真的蛮辣的哈 太爽了 现在有这个排风扇 大功率排风扇 咱们吃烤肉 完全不用担心了哈 不用担心车里 呃 味道 很重 油烟排不出去哈 no problem 完全没问题 好 拿一开吃哈 哈哈 大块吃肉 嗯 不错 都是没米饭 米饭配的话就完美了 稍微一点点咸 不过还可以接受哈 嗯 好辣 不过辣的爽哈 嗯 哦 好辣 吃完了朋友们 这个蛮不错的哈 味道蛮重 它应该是那个韩国口味的哈 烤肉 哦 蛮辣 不错 不错嘿嘿 有烤肉吃了哈 以后咱们就有 可以那个 放心大胆的去烤肉了哈 哦 好辣 我得喝点水哈 所以白天做饭的话实际上咱们就是 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这个窗户 因为开的比较大嘛 比较 比较宽 只要咱们那个排风的效果肯定会很好 所以晚 特别是晚上做饭的时候咱们需要 那个保护咱们隐私 所以的话 就需要这样一个 在一个导流馆 嗯 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好好存储哈 你别的不淡地方 咱们直接往那个 上面一放 嘿嘿 而且就忽略不计哈 所以 目前我觉得还可以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排风扇的系统哈 大家 大家觉得怎么样哈 有什么好的 好的建议的话 欢迎大家再提供 那我再继续改进 那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Tú Für